大家好 歡迎收看Lucy連線這一段的採訪 我們的嘉賓是鍾建華博士 博士 你好 大家好 中國傳統藝術團傳統古典舞 古典舞就成為藝術團 循迴演出在英國 博士 我看到你在Facebook要問 你也有去看過這一場的演出 是不是? 剛剛今天去完了 其實剛剛今天是最後一天在倫敦演的了 成蒙有人邀約 今天就去了看 我以前就沒有一點留意這套劇的 因為我自己也不是很懂得欣賞舞蹈的 所以就一直都沒有想著去看的 不過有人邀請 那誠意拳拳 那就去看一下 但去到之後我發現都很虛陷 因為那個企圖倫敦的表演場地 都是一個比較不是小的劇院來的 都可以坐三千人的 那我看到都全場爆滿了 還有看到去的人裡面 絕大部分都是外國人 就是什麼 就是很多不同的人種都有 就是有很多黑人也有 就是藍牙也有 那就是白種人也都比較多 自然是在英國 那我看到都相當之虛陷了 那就是 就是以前我沒看過 那這次看過之後 我又覺得就是 都 就是挺好看的 我跟一個不懂武道的人這樣說 都挺好看的 那它有很多不同的節奏 每一節就講一些 就是中國的傳統的歷史也好 神話故事也好 那就將小說情節也好 那就將它用武道來表達出來 那中間也都加插了一些 對當前那個中國的情況 一些講法 包括了清零政策也有在 那我覺得挺有新意的 我沒看過 那我覺得都是一個相當之 相當之好的表演項目來的 那老師你有沒有說 你自己有沒有說 哪一些項目是你比較喜歡的 我真的不是看《恩索武道》的 那變成我看的時候 它除了《歌舞》之後 也有一段譬如說 女歌音唱歌那樣 那我就覺得 我當然比較有興趣就是 它表達歷史那些 包括了譬如 長恨哥的故事那些 那我覺得挺有意思的 表演得挺好 就是用一個武道方式表演出來 我第一次看 那我覺得都是一個很有新意的 楊貴妃的長恨哥 是啊 是否覺得都抵抵 看完都覺得很抵抵 辛苦 你辛苦乘車過去個幾鐘 回來個幾鐘 換票也不便宜的 但是也有這麼多人看 顯然那個口碑也算是好的 那食安藝術團它差不多每一年有過百萬的觀眾 還有它現在的認證它是主流的票 貴價票買得最快 是嗎?我看到今天全場爆滿的 真的全場爆滿的 好 我們回到我們的新聞話題環節 今年的消費券它就已經開始派了 其實香港政府二年 去年的第二階段的消費券派 就差不多有25萬人因為找稿離開香港 提取強制金 這25萬人就不負責資格去拿這個消費券的 今年似乎政府就說有18萬眾去負責 接著差不多17萬眾負責成功 今年就獲得消費券了 所以就有些媒體報導 是不是離開了香港的香港人 要17萬回落香港呢? 所以現在都有些香港的媒體都在炒 其實那些都是17萬回落香港而已 如果你在香港你拿不到消費 消費吵到擦天了 所以其實你覺得是不是真的要這麼多人回落香港呢? 如果你純粹看政府的統計數據呢 我們看不到有這麼大額的人口回落 因為過去兩年的人口都是減少的 而且勞動力減少了17萬這個都是很清楚的 再加上各個連稅組群的那些人口數字呢? 看到是少了30多萬人 這個就很清楚的了 那當然啦 移民海外的人有個別 他適應不了各種問題 選擇回落香港 那這個一定會有啦 因為移民都是一個風險很高 還有這個需要很強的適應 還有這個意志可以做到的嘛 那雖然你說個別有這些個案 那我相信是有的 但是你 就是我自己在英國 或者我有很多朋友在加拿大和澳洲 我真的沒聽過 我自己身邊的朋友起碼 我自己沒聽過我身邊的朋友 是移民去加拿大也好 澳洲也好 英國也好 說會不會回到香港居住 我真的沒聽過 一個都沒有 看報紙 搞不搞搞兩個 就是不知道是真是假的 總之有些個案的 但是我真的沒聽過 而事實上 我們在地區裏面的群組 都看不到這樣的消息 去年呢 在新衛眷傳出 因為離開香港那些就不派給他了 那時候呢 那之後呢 那些個案呢 大家看報紙都知道的了 有些個案呢 其實就因為沙士 因為那個 就是COVID 新冠病毒 長期滲開國內 又有 有些呢 因為他打算退休之後 回到國內養老 那就用這個理由 申請回獎積金 那又當他移民 那又不給他這樣 那這些個案也有的 那我覺得呢 那個今年所謂有十七十幾萬人 覆核了之後 拿得回 我猜這些個案多了 而且政府自己搞錯個案 因為事實上政府是沒有一個完整的數據 是知道哪些人言了文 哪些人沒有移民的 那所以其實就 很多言了文去海外的人呢 其實政府是沒有資料的 那他 有些甚至也都沒有申請拿回獎積金 那所以 他仍然拿著一個有效的香港居民身份 和身份證的 那所以 就是去年政府 就是 停止發放 那個 消費券給某些人呢 這個還真正的草率 而且那個判斷是很容易出錯 事實上也都 事實上有很多新聞報道都知道就出錯了 那所以我覺得 現在又說有十幾萬人覆核了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出錯個案多 就 有些媒體炒作就說 就是 有些人適應不了回去 很大幅會流這樣 那大家相信就相信 我就不太相信 因為我剛才說了 我自己接觸到的 在英國也好 在加拿大也好 好好洲的朋友也好 全部都沒有聽過 有人說 回流回香港的 那所以 找來講 有個別傳媒 過去幾個月 過去一年 都經常炒作這些新聞 英國 通脹很高啊 牛油都賣得很貴啊 生活很艱苦 那這些很明顯是一些 就是 內容農場所謂 就是找一些東西出來 找來講 就是要配合主旋律 暢衰移民這樣 那你看到香港01啊 媒媒大公啊 狗不狗都打了這些新聞的 那我覺得這些東西大家 你喜歡相信的就相信了 我就不相信了 而且事實上也都沒有 就是很實質的證據 證明有這麼多人 是會回流回香港的 嗯 接著報導就說 未來的香港人就沒有攸關 要說香港沒有民主自由 現在回來做什麼呢 當初你就敲鑼大鼓說要移民 未來的時候就說鬼鬼水水喔 所以就笑些黃絲啦 要說政府你快點取消BNO的移民 香港身份證 意思叫你們不要回來啦 這樣 要說BNO的香港人在英國和香港間 就打橫來跳就跳去 就吃兩家查理喔 就是我想這些內容農場所說的東西 就是大家無謂相信啦 我剛才說了啦 你可以找一些在英國 澳洲 加拿大的人問一下 你問一下他們身邊有沒有那些很多朋友 是移民之後適應不了要回香港的 我真的沒聽過這個第一 唯一聽到的就是可能有個別個案是真的這樣 我們都不認識 都不知道 我相信都是很少的 你說台灣那邊因為收緊了 變成有些人等得太久 那我就回去了 我也覺得不奇怪 但是我覺得都是肯定是一些小數 那就是他們說到英國生活很慘啊 澳洲生活很慘這些就找來講啦 就是在很多方面 就是每一個社會都有它的問題的 但是就是 不是好像他們說到那麼誇張 事實上很多人在這邊生活 生活得生都很不快 我看到 小孩子讀書很開心 那所以這個我覺得 我可以去通過一些報紙 特別是市眼傳媒 大家不要相信啦 就是移民是一個很重大的決定來的 涉及很多安排 代價很高的 所以作出這個決定呢 肯定是一些很 就是經過審診考慮 還有呢 是 就是作出了整體的一些規劃才去的 有個別 可能很少一些 適應不到 那這些回流呢 這個在過去這麼多次的移民潮都會有 也都有一些所謂的太空人 但是這次呢 我看不到 真的有一個很普遍存在太空人的現象 也都見不到很多人是回流香港的 因為 大家可以明白 很多人離開香港的原因就是 香港現在的環境 以及政治社會氣氛 令人很難忍受 這個是真實的嘛 那我覺得 就是既然他們是難以忍受香港的 這個處境而移民的話 他怎麼會因為幾千元的消費券 就回流回香港呢 這些內容農場的製造的假新聞呢 就是 就是說 他講的我自己都不會相信 不過呢 現在那些 就是特別的親建制傳媒 或者唱衰BNO啊 唱衰移民的人啊 找一些話題來講一下 就講這樣的新聞 那大家就一笑致之 不用管他了 嗯 其實他的歸心 是不是都是想唱衰黃絲呢 本來我想問你 歸心可差 歸心可差啊 就是我覺得 他歸心又怎樣 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覺得 只能夠很簡單的說一句 那些親建制傳媒 在新聞報導的角度是怎樣 大家知道的了 還有他們經常撩子鬥飛 大家都知道的了 那種誇張失實 扭曲事實 就是掩飾香港國內的問題 誇大一些其他人的問題 甚至是 還要作新聞 這個都是很清楚的了 所以我覺得大家 為什麼這些報紙沒有人買的 很簡單的嘛 就是因為市場決定一切 你會不會用八皮或十皮買這樣的報紙呢 送給我都不看了 那些人等到管理署大堂 那些人拿去撿糕市 所以我覺得就是 很… 就是講就有它講啦 大家千萬不要相信啦 那這個事實就是差不多香港金管局呢 有二百多億港幣的強制金呢 那真是這個是被求棄 沒有化給 就已經去了英國的BNO的香港人 這個就真的是事實喔 因為見到金管局呢 就已經要發文去譴責那些外媒 說他們誤導 這個就是事實的我報紙 實質金額呢 我就不知道啦 為什麼呢 他講的二十二年 不會準確的 因為有相當之多 就是我理解啊 有相當之多 而有人去英國的朋友呢 他們是 直接是沒有申請拿回強制金的 因為第一 可能那個數額不是很多 有些比較年輕的 那麼他也都就是 做到…有些會拿啦 有些覺得都就是 暫時不動著也都沒所謂這樣 那麼事實上呢 很多人都沒有拿到的 那麼所以我相信 你想想香港過去那三四年 三四年 走了整整三十萬人 勞動人口都少了十幾萬 這個政府自己都承認的 那麼勞動人口自然就會有 公強益金的啦 是吧 那麼我相信就不是 不是個個都會申請 就是提早拿回 而且有部份申請的 也都不批這個真的 那麼就要看今晚多少啦 這個就沒有一個很準確的數字啦 那麼我想 就算外媒報導的那個數據 都是一個粗略的估計來的 我想他們不會作出準確的數據了 就算你問強益金的局 他可能也不知道的 因為有些議員他不會 高調宣佈說是移民的嘛 他可能還拿著香港身份證 有香港未有居留身份的嘛 那麼所以我覺得這個數額 肯定是大的啦 因為走了十七萬勞動人口 但是真正的所謂有多少呢 我不知道 這個做法呢 問題就是為什麼外媒會報導 最近許正宇來到英國 見英國的官員 英國的官員都提了 因為事實上這個做法呢 就相當之野蠻的 根據強益金的那個條例 強益金是從1995年開始制定的 用了幾年時間 到了2000年的十月 2000年的十二月 正式推行強益金的五年間 就是制定了一個法律框架 那這個根據強益金的法律 那個條例的規定 只要就是 是 因為永久傷殘也好 永遠來到香港 永久來到香港也好 就是移民啦 都是一個可以拿回這個 提早拿回強益金 在65歲之前提早強益金的原因來的 過往也有這些個案的 那通常這些都是 如果是符合條件就給它啦 但是因為北京說 或者香港政府說要抵制這個BNO 反制BNO嘛 那就說不承認BNO 其實這個老實說 只要它是移民的話 別人接收國都給它居留權 那這個 怎麼可以憑你 這個政府說不承認 就當它不是的了 就是這個很野蠻的做法 那特區政府呢 現在就耍野蠻 這個野蠻的後果呢 就是證明了特區政府 本身是一個不守法的政府 制定這個強制的條例呢 事實上也是 政府和這個市民的一個契約來的 因為你要強制市民參與一個供款的計劃 是將它的收入撥了進一個強制戶口 那你訂這個契約是很清楚的 但是現在政府就違反這個契約 那你做成一個結果呢 如果政府可以事後 隨便立條法 然後挖進規例 就當是法例取消之前的承諾的話呢 那這個政府就沒有信用的了 那現在香港政府實際上是一個毫無信譽 可以說是壞事做盡的政府 那所以它扣起了多少錢 我不知道 但是肯定離開香港的十幾萬人 特別來英國那些呢 就受影響 人數一定不少 有很多我認識的 比較年輕的 都免得申請拿著 這也是事實 那檢國處處長蕭寨爾就說 香港人 遊行不是表達意見的唯一方式 就是未來會既然拘捕一些遊行集會 那之前博士都知道了 參與遊行的香港人又掛著一些牌子 或者戴帽子 或者戴著牌子 掛牌啦 要做一種識別的方式 才可以參加遊行 我覺得根據《基本法》 遊行示威是香港人的基本權利 受到《基本法》保障的 過去這段時間 警方對遊行示威的規管 是完全沒有法律基礎的 他的權利是怎麼來的 自己說有的有 就是他根本沒有法律的授權 是可以這樣規範示威遊行的 示威遊行都是 《基本法》承諾了 《捨得先生》所授的基本自由 所以現在這個特區政府 包括這位警務處長蕭寨爾 這些真是黑警的 就是他可以自己隨時說自己有權 那就無限地擴大警察的 對《基本人權》的侵犯 大家要記住這件事 就是不要說他講 我們就接受 他說更加要駁斥他 更加要反駁他 更加要止息他的荒謬 照計在法律上 警方是沒有權 對示威遊行 作出這樣的規範的 所以現在這種說法 就是所謂的事不遊行 不是民主的話 反對反對的唯一方法 而這些謀論 就是夏寶龍 在香港幾天說了很多 都無謂反駁他 表達民主不是一定要反對的 現在問題是反對 你就說他唱衰香港 說他煽動 就是反對變成是違法的 如果你說民主的過程 只能夠有贊成聲音 沒有反對聲音的話 這個就不是民主了 這些這麼簡單的道理 他都可以扭曲成這樣 他扭曲 其實這些扭曲大家都聽得明白的 都知道是離譜的 不過他現在就恃著 動一點就說你煽動 動一點就告人 動一點就說你危惡國家安全 用這些壓國家安全的偽命題 來打壓這些反對聲音 所以無論他所謂的 示威遊行不是唯一的表達方式 反對不一定是民主 應該又說希望立法會成為一個正面的 正面的一個民主的平台 民主的平台這類的說話 全部都是廢話 夏寶龍來香港六天 就講了大量這些廢話 現在這些警察或特區官員 或者說李家超這些人 這些是熟犬廢聲 因為夏寶龍廢過太陽 他就廢聲 那這些就是現在香港的政治現實 國安法實施了差不多幾年了 現在就被抓了 有200多人因為國安法被抓 也有很多人被告 基本上百分百入罪的 現在傳聞香港路鎮事件要修理 容許對高院判禍罪的國安法案件 再提上訴 就是被告國安法 如果沒有罪的 他可以容許你再上訴 再上訴都無限地回到國安法案件 這些做法也是極之野蠻無理的 這些完全違反法的原則 這些威力政司長 侮辱了自己的出身 侮辱了自己的專業 如果這樣說的話 只要政府用港客去告你 法庭無論怎麼判 他都可以再上訴 雙訴都判到有罪為止 那你的法庭就變成了 法庭的審讀程序還有什麼意義呢 沒有意義的了 那不如賺錢了 你一告就判他就判他坐牢了 我覺得這些說法 其實這個法和法治的原則是相抵觸的 甚至是完全違反法治 不過現在這個政府可以說是野蠻到 壞事做盡 無所不為 這麼荒謬的建議都敢提出 那我覺得如果敢提出的話 只會令到更加多人 對香港不會再存在盼望而已 我現在要調查顯示了 差不多這麼三成的富豪就離開了香港 那反而新加坡的富豪就增加了四成 博士 我也都看到你又關注一則新聞 就是現在香港的生育羅 生育羅 是不是這麼說啊? 是 生育羅 說真的 中共還想將香港搞成怎樣呢? 到現在為止 它似乎還不放心香港? 已經是外國者治港了 中共這個體制的特色就是這樣的了 就是造成了破壞之後 它們只會繼續將破壞做下去 它們不會有自我修正機制的 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 它希望全面改變香港本身的生活方式 所以它就做到盡力了 造成的結果 大家都知道了 除了已經說到幾十萬人走了 喪失了10萬人的勞動力 資金就走了 這些因素之外 剛才你也說過的數據 最近一個指數就發現 新加坡的百萬富豪多了四成 香港就少了很多 這個很正常 有錢的人很多都會選擇 將他的財富 或者將自己的積蓄 放在一些比較安全的地方 那香港就不安全 自然是會這樣做的 我相信現在就算 很多人在香港 但是有錢的人都會這樣做的 那 問題就是它做到什麼時候呢? 我們不知道了 但是香港呢 整體來說 受到的破壞就很嚴重的 那現在你也看不到破壞去到什麼時候會結束 那你站在香港人的立場 香港那些年輕世代 看到那些小孩子要給政府用這些方式來洗腦 那自然也會令到生育意願都會下降 香港的生育率長期都是低的了 那但是呢 過去十幾年呢 就有緩緩升了一點點的跡象 雖然升得不太明顯 但是近幾年都是升 就是早幾年都是升了一點的 但是最近的數據又跌了 跌到全世界最低 平均每個女性只是生0.8個小孩 那這個距離人口體外比率2.1 是相差很遠的 那麼做成的結果呢 就是我相信原因很簡單 就是年輕的那些年輕世代那些 就是哪裡會在這個時勢 有多少個還敢生孩子 或者會生會作生活決定 這個可以想像的 造成的結果香港人口會加速老化 加上移民的很多都是比較青壯的人口 那對香港的社會的活力 或者經濟發展的潛力 是會造成很大的損害的 這次有一個人坐到這兒 的角落 你帶他們的家庭 我忘了一下 我告訴你 你去找人的 我 給我 不是